在回避了郭富城 这样你看这个高位的男生之后 熊大林的生活照样过得很精彩 昨天就大方承认新消息了 已经有结交新的男朋友 对 所以这一次呢 我们又看到了熊大林本人 那当然要问一下啦 这位新男士究竟是谁呀 在干什么的呀 长成什么样呀 可是大涛你回答了没有呢 11号晚上出行完活动的熊大林 搭乘飞机返回香港 现身机场踏 笑容满面 新恋情的幸福 不敢是藏都藏不住啊 那么究竟这位真命天子 是何方神圣呢 哎呀 我昨天是说 我现在努力着 那么我自己都有目标 都有自己都挺喜欢的 所以我是这样讲的 典型的答非所问 直接问不回答 干脆换个问法 是 是不是国家赢的弟弟啊 那我就说啦 无论记者如何旁敲侧击 熊大林就是什么都不肯说 被问烦了就直接封口了 不敢去 不敢了 我始终觉得 一个人也对 我觉得可以 刚刚小就会刚刚了 要说熊大林近期的绯闻男友 其实也是不少的 但是最著名的 且有图有真相的 还真只有一个 那就是香港影星 郭可颖的 包地郭可颂 有过婚事的郭可颂 从事出口及汽车生意 高大帅气 又符合熊大林 圈外人的择偶标准 同时有消息称 两人是经郭可颖妹妹 郭可思介绍 相处之后越走越近 尽管对于 郭可颂的名字 熊大林始终回避 但是却早就已经 为新上人 选择好了圣诞礼物 看来再次陷入爱情的熊大林 真的很认真 因为有时你没去到 好了解的时候 你会觉得送一个人 自己喜欢的东西 会比较稳定 娱乐性电力综合报道